海淘法师红发型 幸福充满整个心房 毁掉所有骄傲 留下慈悲的温暖 水洗拥抱分享 亮光的灿烂 熄了的心是飞翔的小鸟 自由却不是方向 飞得高看得远 去感受世界的美好 熄了的心是神奇的舞蹈 旋转出生命的美妙 有乐伴一起跳 才能放回出力量 见到你笑 北岸的天空变得清廊 等着你笑 幸福充满整个心房 毁掉所有骄傲 留下慈悲的温暖 水洗拥抱分享 亮光的灿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各位念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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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但是念完的目的 文要好好的去想 怎么去做 怎么去圆满 再来就是要修 就像一个医生 不可能每天在医学研究医学 而不去病床看病人 我们目的呢 是要把这些的佛法 变成一种生命的戒律 那就是菩萨戒的意思 所以菩萨戒一定要 发起真正 为力众生 愿成佛的菩提心 而实际的去行 叫生性因果 在行的过程里面 又不离开佛陀的教界 所以要独送大乘 不但如此 那光你做也做不完 要别人加入 愿大家都加入这个 慈悲菩提心的行为 劝化众生 也唯有如此 自己才可以断烦恼 不退菩提 因为我发现 有些人一辈子 都在参加法会 参加法会完以后 就麻醉一下 然后呢 回去好像很多功课 然后就开始躲在房间 一直在那边修功课 然后呢 他已经放弃社会了 放弃众生苦了 甚至有些人还很有意思 买了飞机票 跑很远去参加法会 然后参加好几天回来 然后就觉得自己在修行 结果家里的人就觉得说 这个人就浪费钱 又孤僻 然后呢 也没有什么 对家里有什么贡献 更何况对社会 那这个 这也不是大称 所以我们想 慈悲菩萨行 重点是这个行 我们以前是 自私无名 叫无名 原行 现在我们是 发菩提心 行 菩萨行 那要真心的去 关心 把众生的事 都当作 你的事 所以 只要有一个众生 在轮回 我们要生起 非常大的 惭愧心 那不能有骄傲 说我已经参加法会了 我得到什么大灌顶了 我已经闭关出来了 问题是 你对 现实的人间 没有去帮忙 菩萨要找空性 必须在烦恼里面 找空性 所以 必须在这种 痛苦的众生里面 为他奉献 这样去体振空性 为他牺牲 而且呢 还能够给他 一点点帮助 所以简单地说 佛教的这些 修行方法 非常圆满 但不是每天 就沉入在 火经啊 修仪轨啊 念佛啊 那自己认为 这是法喜 但是又永远 自己觉得 好像不满足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只有 自己在研究 佛法 参加法会 你并不会有法喜 你会觉得自己 还是很烦恼 烦恼 就像洗衣服一样 那衣服要戳来戳去 戳来戳去 要断烦恼 就像开刀一样 你必须在 利益众生的磨念 轮回 生死里面 去断自己的烦恼 去圆满慈悲 那这样呢 敬畏来尽 做到你自己成佛了 成佛你的工作 才是真正开始 一个有牌照的医生 负起真正的责任 之前呢 都是一个没牌照的医生 却想要帮助众生的惭愧 所以在这一点 当然就像各位 参加早课 守戒 读经典 修仪轨 听佛法 很好 但不是 就像各位在问问题 问问题不是问完了 就解脱了 有些人是 有一百个问题问不完 我说你这个问题 是最大的问题 就依靠别人 依靠 从来不解决自己的问题 所以 在这一点 我想各位呢 就像今天我们这样 办法会 如果你认为 法会对众生有帮助 那你要 有那个因缘 责任 福报 去办 更多的法会 而且呢 你要 出钱出力 又要煮法 又要扫地 又要煮饭 你要从头到尾 样样事情 你都要会 而不是 有些人经常跟我出国三十次了 我跟他说 机票给你办 哦 我不会 原来你是来玩的 所以 有些人 听我 在这边讲课 很多次 换你讲 这个我不行 所以 就算你会讲课 但是呢 你不想利益众生 而且对众生 没有真实的帮助 就没有用 所以早上又有一个菩萨 又透过别人问我说 师父 我要去请护照 你赶快帮我回向 赶快拿到护照 当然我会跟他说 你对这个国家 升起真正的奉献 服务的心态 没有 拿护照不是求了你自己的利益 而是我为了这个国家社会 所以我要把自己奉献给这个国家 来做每一件事情 有这个大悲心 但是自己又能力不够 又惭愧心 那 我说你这样 拿到护照 是个福报 没拿到护照 你要继续努力 而不能有所求 就是说 还是要很平静的 去接受一切 拿得到 我就更尽力 我是正式的 美国公民了 我要为整个美国奉献 美国为世界奉献 就是这样 何况你是个佛教徒 我们是要为众生奉献 所以 那这样子 拿不到 那我继续努力 一定我 动机 不圆满 福报 不够 可能还有逃落税 这样 等等等等 那这些你要去自我反省 所以我们每天看佛像 以佛为标准 拿摩本师 释迦摩 你佛 佛 圆满了 那我 哪里不圆满 因为如果我不圆满 我就要升起惭愧心 千万各位不要说 大家念地上经 那你不用看地上经 我会背啊 我干嘛看 骄傲 那个脸就是 我是骄傲 而不是说 我完全融入在地上王菩萨的 悲愿里面 你只是会背地上经 而不是做地上菩萨 那地上菩萨并不要你背 地上王菩萨 就希望你相信因果 脱离轮回 孝顺 故意三宝 供养三宝 超度父母 为父母众生 法地上本愿 这个叫供养 法供养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修行 所以在这边呢 因为我们法会 即将快圆满了 明天就圆满了 那明天应该是算 结束吧 应该算今天 算圆满了 那有些菩萨说 要躺戒巴 干脆 躺在你的脑子里面好了 这个叫 发菩提心 正见 把这个空性 菩提心 插在你的心里面 成为你生命的动力 这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不行菩提心 心就会痛 这才是最伟大的 今天叫你去谈恋爱 很痛 不快乐 不是不喜欢 这个会很痛 就像你已经结婚了 然后你要去搞外遇 然后你会觉得心里愧疚 对不对 就像你去偷人家钱 你会觉得很难过 那修行一定要修到 有这个惭愧心 当我失去了菩提心 悲心 离开空性 我心向真在扎 修到这样 这个叫什么 你也叫 艳离心 就内心里面 不可能会有这种 不对的想法 贪嗔痴 自食 因为就像眼睛 可不可以放一颗沙 痛苦 对不对 赶快用水 盐要水一直弄 那个渣才会掉 这是什么意思 一直撒大杯水 那个烦恼才会断除 了解吗 你不撒大杯水 一直用针去挖 你把眼睛都给挖下了 这佛陀教我们 就唯有努力的 去慈悲 去帮助众生 无所厌烦的 去帮助众生 所以无所退转的 去帮助众生 所以 那这样你才有 断烦恼 断习气的可能 千万不要说 这个事情我不管 这个事情我不会 现在我要上课 不要叫我去厨房 所以我们以前 在上课都知道 每天要一排人 去厨房 那些人就说 哎呀能不能轮 不要轮到我 我要去修法 我要去上课 叫我去厨房 你不知道 所以我师父说 历代祖师 皆从厨房出 去吧 因为你不懂得 服务众生 我跟你讲 只要你动机 是为自己的 都不是佛法 想了解吗 哪怕你是修了 无上于切 读了圣生经典 你的动机 只是我想满足 我的一点成就 或是我想要 比别人懂 我想要 我没得到 我觉得很可怜 但是你却 舍弃了众生 所以我想 诸佛菩萨会安排 最好的功课 给你做 你要随缘修行 你千万不要说 我要那个 我要那个 结果呢 迷迷茫茫 跑遍全世界的道场 他家里挂的 都是跟上司 大和尚合照的相片 然后呢 自己呢 问他老婆 老婆就摇头 这样 问他老公 早一点离婚好了 我受了苦 苦苦了 所以我想 如果一个人修行了 连他周围的人 我想各位这次来 有带先生 带太太 带儿女的来啊 这几天下来 不知道有没有改变 不知道有没有一点进步 所以如果这一点 都没有办法的话 所以